在唐三杀神领域的帮助之下 他们一时间左向披靡 邪魔虎精的伤亡数字不断上升 鲜血飞溅 庞大的能量波动 不断从海面上爆发开来 邪魔虎精王明白了 再这么下去 恐怕今天真得全军覆没了 想到这个 邪魔虎精王庞大的身体 猛地在海水中一卷 紧接着 身体宛如弓弦一般 弹射而出 应受了小白一记磨杀之牙 身上多出了数十道伤口 可他已经完成了寻命 一把粗如水缸的铁灰色水柱 从他背后喷吐而出 直奔空中的唐三袭去 半空之中 唐三的注意力始终高度集中着 他似乎早就猜到 邪魔虎精王会狗急跳墙 对他发动攻击 面对锁定自身的铁灰色水柱 唐三并没有闪躲 右手食指和中指并不过 在眉心的黄金三叉戟烙印的位置 轻轻一点 然后再朝着下方甩出 晶莹的蓝色三角体甩了出去 在空中扩张 眨眼的功夫已经扩张到鞭长一米的样子 通体释放着深邃的蓝光 正面迎上了那道铁灰色水柱 无比庞大的能量波动 在空中爆发开来 蓝色三角体在空中滴溜溜地旋转 就像汉海乾坤罩的本体一般 而那袭来的铁灰色水柱 虽然强悍 但可以清晰地看到 水柱中的能量 似乎被汉海乾坤罩分离开来 灰色的气息四散纷飞 而无数蓝色光点 被汉海乾坤罩强行射入 唐三甩出的 当然不是汉海乾坤罩本体 而是汉海乾坤罩自带的技能 乾坤破魔 邪魔虎精王为了追求攻击力 喷出的铁灰色水柱中 并没有真正的水 而是提纯的能量 自然就被乾坤破魔 硬生生地倒下来了